教授課 延後五分鐘 我有話要給大家說 最近這段時間 大家都很努力 每個人都有進步 可是有進步是不夠的 還需要繼續努力 剩下來的全是搶手 所以將來的日子 會是決定性的時刻 就算全力以赴 百分之百努力 也不一定就能成功 有的人 因為有了一點小小的成績 就沾沾自喜 我最不欣賞這樣的選手 不思進取 更有甚者 私自外出 半夜三更才回來 這樣的事情絕不允許 發生第二次 我要說的說完了 能領悟的人應該知道改正 好 各位準備上課 你到底想怎麼樣 你知不知道你這麼做 會毀掉禮婚的前途的 程天志 你說話可是要負責任的 我勸你 不要衝動亂講話 你說什麼 贊助合約上寫得明明白白 天一集團對參賽者的路用 擁有優先指名權 我替我的品牌物色一個代言人 請問 你有發表意見的餘地嗎 那得基於雙方同意的原則下 而且現在比賽還沒有結束 首先 我跟李慧恩是好朋友 我們私下約會你管不了 況且作為贊助商提前瞭解選手的情況很正常 我的做法合理合法 你別有用心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大家熟為熟 你這樣亂講話一樣可以告你誹謗 你所謂的提前瞭解 其實就是居心叵測 不懷好意 你說我不懷好意 證據呢 我的動機又是什麼 你這種語氣十足一犯抵賴的嘴臉 要是這樣 那我馬上解除合約好了 你威脅我 不 我是在提醒你 既然你覺得我跟李慧恩 給你添了這麼多麻煩 你又奈何不了我 那不如直接取消李慧恩的參賽資格好了 取消不取消是我們台裡的事 跟你這個贊助商沒什麼關係吧 對呀 跟我沒關係 你跟我說這麼多幹什麼 我警告你 別再招惹李慧恩 我再說一遍 我沒招惹他 如果這事情不想讓我插手 很簡單 你現在把合約拿出來 我馬上撕掉廢除好了 還記得 當時為什麼參加超級女生嗎 你知道 你父親為什麼反對你進你的娛樂圈嗎 他說娛樂圈太複雜了 我同意你父親的說法 在這個圈子 我搭的時間比你長 見的人比你多 經歷的事情比你複雜 我想我有這個發言權 以你現在的閱歷 你還不知道怎麼保護自己 愛護自己 我挺好的 你現在已經很危險了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我有什麼危險的 宋天孫找你出去玩 讓你當什麼代言人 這些都不是表面上 看起來那麼簡單的 你都知道了 你怎麼知道的 他和雪橋關係那麼好 雪橋心仰也很好 他為什麼不請雪橋還要 king你呢 你想過沒有 這不用想啊 他說雪橋不會管他這些事 他的話 不是每 Skypper都可以相信的 要擋子 你自己搜尋